今天是2015年2月8日 巴布达达阿维亚克莫里 最初是79年2月1日 今日的主题是 打败玛雅的方法是运用你们搅拌的力量 今天巴布达达正在看着你们孩子们 做努力的不同方式 他正看着你们充满热情与热忱 带着爱筹划一个会议 你们充满爱的思想 在任务中保持持续的合作 以及你们为了从其他人那里脱开 只与这一位单独的建立所有的关系而做的努力 看到所有这些努力 巴布达达对你们孩子们高兴 但是 他既对你们孩子们有爱 也对你们有怜悯之心 你们所有人按照你们的能力 以迅猛的速度 努力实现你们的目标 你们全部都有同样的愿望 那就是走得很快来成为第一名的 白天和夜晚 你们带着只有这一位的关切向前进 但是 尽管你们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目标 你们对这一位都有爱 与这一位保持伴侣的陪伴关系 你们中的一些人是Mahavir's象骑士 而另一些人则体验到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一些人是轻松的瑜伽 一些人是轻松的瑜伽修士 一些人则是很努力的瑜伽修士 一些人是所有收获成就的化身 一些人则是非常努力的试图获得一切 一些人是玛雅的征服者 而另一些则仍然在忙于试图克服玛雅的障碍 来自一些人心思的声音 是他们已经获得了一切 而与此同时 来自其他一些人心思的声音 是他们仍然试图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一些人体验到爸爸的秩序的陪伴 而与此同时 其他一些人仍然试图 使爸爸成为他们秩序的陪伴 在看到所有这一切 爸爸对那些还在辛苦劳作中的孩子们 有怜悯之心 为什么这位父亲应该有你们这两种类型的孩子呢 你们还将辛苦劳作多久呢 你们已经从爸爸这位祝福的给予者那里 得到这被祝福的灵性的出生 如果 你们仍然花费时间在辛苦劳作方面 而不是持续的享受着这个出生 那么 什么时候你会思考 你们将再次收到这样一个被祝福的出生 对你们来说 这样一个被祝福的出生的每一秒 都是收获所有收获成就的一个美妙的瞬间 所以 你们仍然喜欢保持忙碌在辛苦劳作之中 而不是使用这样的瞬间吗 或者 不是你想那么干的 它只是碰巧发生 今天 巴布达达看到这个发生的特殊的原因 即使你们不想这个发生 它发生的主要原因 在于你们被影响了 谁影响你呢 你们很好地知道这个 尽管你们知道这个 甚至试图停止那么做 你们仍然被它抓住 这是因为 Maya 以 Jani Jani 知道所有秘密的人的形式来 它知道你们所有 Brahmin灵魂们 最重要的支持 是你们心智里的瑜伽 Brahmin灵魂 它知道只有伴随着你们神圣的心智的瑜伽 你们才能和父亲有一个相会 所以 所以 首要的 Maya 攻击你们的心智 使它们变得脆弱 它怎么做呢 Maya的特殊的剑 是那些浪费的思想 它使用这支剑 使你们的心智变得脆弱 接着 因为心智变弱了 你就被影响了 脆弱的那些人 不能做他们想做的那些 因而 即使你想做一些事情 你没有能力做它 心有余 而力不足的原因 是你没有运用 从父亲这 万能无上权威的主权那里 所得到的力量 这特殊的力量 是搅拌的力量 你们不知道 如何运用 搅拌的力量 搅拌的力量 是保持你们 神圣心智的营养品 当你们没有合适的 营养品的时候 你们变得脆弱 紧接着 由于你们变得脆弱 你们被影响 这搅拌的力量 详细的扩展 是非常的广阔 但是你们不知道 正确的方法 从你们收获 你们不二命出生的那一刻 你们从父亲那里 也直接得到 非常多的头衔 如果这些头衔被裂出来 它们将形成一个 非常大的串珠 甚至在膜拜的道路上 你们有过思念这些的实践 当转动串珠的时候 膜拜者记得这些 在膜拜的道路上 你们拥有思念的力量 在知识的道路上 你们拥有意识的力量 因为膜拜的灵魂们 没有忘记它们的力量 通过展示性的方式 通过展示性的方式和手段 能够收获短暂的成就 为什么你们有知识的灵魂们 不记得如何运用你们意识的力量 如果你们在甘露时刻 哪怕只对一个头衔保持清醒的意识 并持续地搅拌它 那么 通过运用搅拌的力量 你们的心智将保持在持续的 有力量的状态 一个有力量的心智 不可能被Maya所攻击 也就是说 它不可能被影响 这是你们的心智 变得脆弱的主要的原因 因此 至于它的方法 是增强你们搅拌的力量 现今 杰出的和受过教育的人们 会按照他们必须履行的职责 和他们所去的场所 变换他们的服装 人们甚至为你们无生命的偶像们换装 甚至在你们未来的神人形态 你们对应不同的任务时 也将有不同的裙装 你们未来的潜意识 以你们的现在为基础 当下这个时间的时尚 习俗和体系 在未来今时代延续 他们也将在你们非生命的偶像状态延续 汇合时代的习俗和体系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你们所执行的任务 记得你们的头衔 汇合时代的Brahmin是最时尚的 他们根据时间变换装束 你们的形态就是你们的服装 你们的意识是什么样 你们的态度 你们的视野和境界就是什么样 现今的时尚是用来匹配你们服装的珠宝 也是用来匹配你们服装的T-Lock 额头上的点的颜色 及眼部的装扮 所以你们Brahmin是最时尚的 因此 现在创造这样的意识 态度与视野 你们的意识是你们的T-Lock 额头上的点 你们的视野是你们眼部的装扮 你们的态度是你们总体的装扮 你们的态度应该能够产生你们所想要的任何的转变 所以 你们是最恒定的被装饰的灵性的 正在视世界转变的形象 拥有搅拌的力量 意味着保持关于你们的头衔 所有的你们的形态的意识 保持对所有你们美德的装饰物的意识 保持所有快乐的要点的意识 保持关于所有灵性陶醉的要点的意识 保持关于父亲创造者的要点的意识 为你们的心智记得关于创造的详细的知识 通过在你们的意识里有思念 保持所有你们已经体验到和收获到的这么多的要点 为增强搅拌的力量的方法 因而是这么的多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你们都能够搅拌 无论你们喜欢什么 你们都能够搅拌 接着当你们搅拌的时候 你们将能够很轻松的保持在 完全融入在爸爸的爱里的境界 那么 你们将一直和约束你们的思想的 Mantra咒语在一起 而不是被影响 从而你们将打败Maya Maya将一直向你们低头 慧和时代 你们的第一个膜拜者将会是Maya 只有当你们成为一个小主人神的时候 他才会成为你们的膜拜者 那么你们将成为一个膜拜者 还是一个小主人神呢 你们已经被告知 获得这个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增加你们搅拌的力量 你们理解了吗 那些来自孟加拉 和比哈尔地区的 知道如何装扮他们自己吗 正如同你们知道如何装饰女神 你们也知道如何装饰无生命的偶像 你们知道用同样的方法装饰你们自己了吗 这个地区有这个特长 父亲非常的爱你们 这儿有这么多的孩子 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无罪的 主的 贫穷的 清白 无罪的孩子们 这两类孩子 父亲都非常爱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来自这个地区的祖别 很大的原因 这个地区有他的特长 在这个地区内部有那么多的州 尼泊尔和阿萨木邦也包括在这里面 这是一宿由许多品种的花所组成的花树 服务正在拓展 你们找到了那儿实体的这一位 所以 那个地方是特殊的对吗 当政府发现某个地方的特殊之处的时候 它会使这个地方变得重要 接着那个地方会变得很有名 它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同样的 你们的地方在父亲的历史里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后来 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将变成对世界很重要的 正如同德里有他的特长 梦脉有他自己的特长 那么 这个地方也有他自己的巨大的重要性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们取得进步的时候 这个地方将被作为比他现在要特殊很多的地方 你们居住在那个地方的灵魂门也是特别的 人们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每个人也会谈论起所有你们灵魂门的幸运福气 Archa 对那些恒定的稳定在他们的有力量的形态的 对那些是Maya这个敌人成为他们的膜拜者的 对那些恒定的被装饰的 对那些用约束心思的Mantra咒语控制Maya的 对那些通过有持续的意识而保持有力量的 对万能无上权威的灵魂们 Babh Dada的爱思念与早安 Namaste 下面是Babh Dada会见小组 一 通过是你们每一个思想行为与父亲等同 你们将获得恒定的和轻松的瑜伽的境界 慧和时代最崇高的地方是父亲的新的王座 那些坐在这个王座上的会要求这个世界王座的权利 正如同父亲是非常值得被膜拜的 你们孩子们也将成为非常值得被膜拜的 因为只有当那些与父亲等同的孩子们 将会出现在父亲的心里 那么你们灵魂们是与父亲等同的 并正在追随着他 是吗 你们体验到父亲的意识就是你们的意识 父亲的美德就是你们的美德 父亲的任务就是你们的任务了吗 这被称作追随着父亲 无论你们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和从事什么样的行为 首先检查一下你们是否与父亲等同 当与父亲等同的时候 你们将体验一个轻松的瑜伽修饰的境界 你们不会发现它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当你们处在任何的困境之中 把父亲带到你们面前 你们在坚定的稳定在你们原本境界的基础上 就能够转变那个困境 无论你们的国家的局势 可能是多么的不稳 当你们待在父亲的保护的天幕之下的时候 你们将一直保持莲花般的可爱与超然脱俗 你们要恒常的保持在这保护的天幕下面吗 当父亲作为服务者来的时候 他恒定的带着这保护的天幕来服务你们孩子们 只要你们记得父亲 你们将体验父亲的陪伴 与一个人建立伴侣陪伴关系 是要花时间的 但是父亲可以在一秒钟内出现 即使你住得很远 你们体验到你们自己是一个很近的灵魂了吗 你越爱一个人 你会感到你离那个人越近 那么 你们有多近呢 你们现在很近 在所有三个地方也都是很近的 无论 他将持续的回应 因为就是通过思念 你们才能要求所有体验的权利 演讲不是服务的唯一方法 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体验来感染打动其他人 从你们的体验中 哪怕你只是在一个科目上有缺失 你怎么能够光荣的通过考试呢 因此 现在要覆盖全部的科目 二 在整个循环期间 汇合时代是仅有的春天的时光 你们把你们自己当作永恒的春天里 持续的盛开 散发着芬芳的灵性的玫瑰了吗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 所有的花 五彩缤纷 它们盛开着 看起来非常的美丽 那么 汇合时代 就是整个循环的春季 每一个灵魂 每一朵花 在这个春天来到 并盛开 你们体验到你们自己 是恒定的盛开着的玫瑰 也就是说 是一个恒定的处于 灵性的思念中的灵魂了吗 或者 不是成为一朵花 你们还只是贝蕾 一个小贝蕾 最初是紧紧闭合的 接着 它打开成为一朵花 你们是恒定的绽放 还是有的时候 你们绽放 有的时候 你们还保持在贝蕾的状态 持续绽放的花 是一位甚至在很远的地方 也能吸引他人的那一位 你们有这样的灵性吗 任何人只要来与你们建立链接 应该被你们灵性的芬芳所吸引 你们要只展现给他人 一朵绽放的花 所以 也只有绽放的花 才会向巴巴达投降 真正的摩拜者 从来不会供奉 枯萎的花给神人 他们供奉最好的盛开的花给神人 一直记得 你们是神的花园里的花朵 父亲直接用爱 教怪你们这些花 所以 你们是那样的幸运 巴巴达达在看着你们每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一直在想什么呢 你们每一个孩子应该成为世界的主人 不是一个州的主人 而是世界的主人 谁将成为世界的主人呢 是那些世界利益的给予者们 那么 是你们全部吗 你们打算统治世界还是只统治一个州 那些打算统治世界的 恒定的稳定在无限的境界中 他们的关系 潜意识和习性将会是无限的 不是有限的 你们更多的时间是给有限的家庭 还是无限的家庭呢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无限世界的主人 但是却把更多的时间给了这个有限的世界 会发生些什么呢 那些打算成为无限的世界的主人的 毫无疑问 将致力于无限的服务 为了这个目的 他们会做他们的有限的服务 但是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将放在无限的服务上面 通过进入无限的服务 带来做服务的新方法 把在你们的心里 酝酿了很久的这些计划 辅助行动 这一年 制定一个你们必须开设很多中心的计划 人手也正在自动的出现 在当地准备人手 Acha 祝福 希望你们坐在新的王座上 通过旅行 保持纯洁思想的誓言 转变你们的态度 巴巴达达的新的王座 是那样的纯洁 只有恒定的纯洁的灵魂们 才能坐在它的上面 那些思想不纯洁的 或者违背了行为准则的 下来进入下降的境界 而不是坐在新的王座上 因此 首要的 要通过旅行 保持纯洁思想的誓言 转变你们的态度 转变世界 也就是说 你们未来的生活将会转变 纯洁和坚定的思想 马上看得见的果实 始终是巴巴达达新的王座 口号 当你们拥有所有的力量 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会成功 没有任何的障碍 Om Shanti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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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